要跑嗎 你嚐嚐我手受不了套路 我不抓手 不要打電話 嘿 歡迎來到香香的頻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夏天特別的炎熱啊 所以炎炎夏日要推薦大家一個消暑的景點 沒錯 我現在人就在 東京恐怖學園的現場啦 然後它是睽違十年 然後再次舉行的一個鬼屋 然後它就是除了鬼屋本身呢 裡面還有就是一些教什麼鬼特效 然後還有製作什麼鬼道具 有一些相關課程可以去學習體驗 那今天呢 那香香就是要來體驗就是這個 恐怖學園的鬼屋本身 妳還有想問 為什麼消暑 恐怖的東西都會讓人家覺得寒毛直樹啊 但是我今天一來這邊我覺得好像還好 聞到很多青春的味道啊 就是如果你本身呢就是離開校園比較久 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 這邊的TA大概都是高中生 男高女高 所以如果你剛好比較喜歡高中生青春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適合來這邊採採採採 搞不好有些高中生它是因為書念不好 然後今年20歲還在念高中 然後像我今年28歲我也是高中生 我出現在這個地方我就是高中生啊 我是恐怖高小的高學高中生 好啦 我們去之前先看一下大家的那個 所以這個板子都是大家寫的一些心得 隨便點一個 蛤 真的假的會大爆汗 那媽媽我等一下就要變得濕濕的了嗎 哈哈哈哈 然後 他以為有人說女鬼很可愛 想要女鬼的IG耶 真的假的 會不會我等一下被當成女鬼啊 大家好我是女色鬼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去體驗鬼屋本身吧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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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果自行負責 來沒有問題的話前面演票 好走吧 走哪裡 來請坐 已經怕了 我們走開 請坐 睡覺 什麼 然後頭髮 對 頭髮在哪裡 那個問題 不用不好意思 我們 不要跳啦 這家是真的 他今天應該會起來 大家抓緊 繩子 請大家抓緊牆上的繩子 他要放棄門耶馬上就放棄門了 有人要放棄嗎 請問一下有人要放棄嗎 看到第二個放棄門了 要跑嗎 你常常都說過的套路 要跑 你再會下來 啊啊啊啊啊啊 現在是沒有人帶我了 我們要自己搶關嗎 不行你們還是不當看 他們會有人告訴你 你怎麼不抓手 快要放棄我 啊啊 放棄門 不要放棄門 請往左邊請進 這邊一定要放棄 又沒光了又沒光了 感覺又要來了 要是沒有攝影師的話 整個畫面真的會超黑超滑的 我受盡了 我們結束了 嘿 我們現在來隨機採訪一下 就是剛剛體驗過的同學們 哈囉 你們看起來超青春的耶 你們可以問一下你們的高中還是大學 高 因為高三 高三 兩個都是高三 所以你們今天是兩個人一起來 是第一次來這個鬼屋的活動嗎 第一次 第一次 那你們覺得怎麼樣 就是恐怖指數 1到10分的話也會給幾分 8分吧 8分 你咧 8點5 8點5 你總比女色還膽小 嘿 那你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環節是哪個部分 被追的時候 那邊 被追的時候 那你呢 電視 看電視 看電視的時候就覺得很害怕 那剛剛是誰走在前面 我 你 你走在前面 對 所以你本身就是膽子比較大 比較不怕鬼那種 比較不怕鬼那種 然後你本身就比較怕 對 真的啊 那剛剛誰在裡面叫的比較大聲 你們都沒叫 你們都沒叫喔 所以你們都是嚇到在內心淡定的那種東西 那你們會推薦朋友來這個 東京恐怖學園嗎 對 會齁 好啦 我們謝謝兩位可愛的高中生 好 我們來訪一下第二組人員 哇 你們大陣上六個人耶 你們六個是什麼關係 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同班同學嗎 現在還在念高中 哇 是不是 高級高級 才高一 那怎麼會想來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他提議了 哦 他是這個人耶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男生 因為 就 跟他們比較熟 那剛剛是誰走最前面 有 你 誰膽子最大 我不知道 其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他啦 他應該是 沒有 他們尖叫很大聲 然後就一直掐我的手這樣 插你的手 對 所以你最淡定 是嗎 那你們怎麼可能覺得 哪一個環節 最可怕 有點忘記了 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你忘記哪裡經歷了什麼 保健室吧 那你來你來 最後在 跑的時候 好 我覺得在廁所的時候 然後那個門打開 最可怕 全部都很可怕 全部都很可怕 對 我應該算是 全部都閉著眼睛 我也覺得每個都很可怕 每個都很可怕 好啦 那你們會 會見就是 沒來過的很可怕嗎 來完就知道了 來完就知道了 趕快可以嚇一嚇 這樣子 好 謝謝你們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覺得 東京恐怖學院怎麼樣呢 現在是期間限定的活動 大家可以 拉著自己的親朋好友們 一起來體驗這個 恐怖的氣氛啊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 很值得來 因為如果沒有攝影師 你應該嚇到牛 我會嚇到瘋 因為攝影師 就是有那個微弱的光線 所以我可以跟著他那個光線走 可是裡面其實幾乎是全黑耶 就是黑到就 呃呃呃呃 會害怕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鬼都滿會嚇人的 然後他們的叫聲 就很XX 就很可怕 而且他們的笑聲 都會笑到你心發 喊的那種 然後就那個很大聲 我發現是被那個聲音嚇到 今天是因為我們大陣仗 我覺得如果今天是跟朋友兩個人來啊 我可能全程就是狀態不一樣 要是我今天是跟著一個什麼 呃 25歲以下 180以上 8塊腹結小哥哥 應該全程都握著他的那個帶子 就 啊好可怕啊 不敢走 這樣 哈哈哈哈 不對啊 欸 今天是七夕情人節 我不去約會 然後 然後跟人拍鬼 我這個身為那個在那個有在找一日約會的人 我七夕的行程竟然不是拍一日約會 竟然是拍鬼 竟然是跟鬼約會 總之就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體驗這個行程 那大家還想看香香去哪邊玩樂參訪開箱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哦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